糖尿病 是冠狀動物血管疾病的一種主要的風險因素 其他因素包括血壓高、年紀、膽固醇、男性 這些都是風險因素 很多時候糖尿病如果失控 糖尿病本身會影響到血管內壁細胞的功能 亦可以導致血管中很容易發炎的情況出現 令到血管蓋化的機會會增加 同時會令到一個阻塞的過程 我們醫學上叫做動物觸氧硬化的過程會增加很多 簡單來說就是一些脂肪血塊 聚積在血管內導致阻塞 在糖尿病患者這種情況會更加常見 而且會更加嚴重 所以在糖尿病患者 患上冠狀動物的機會會大大增加 如果假設有糖尿病 而控制又控制得一般 患上冠狀動物觸氧疾病的機會 可以增加2至4倍多 所以不能忽視 糖尿病患者其實有指數 通常會用一個指數叫做HbA1c 叫做糖化血色素 根據美國或歐洲權威心臟學會指引 其實建議將指數降低到6.5以下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當然還要配合其他風險因素同樣去管理 包括血壓、壞膽固醇指數 各方面都要一起去控制 才可以減低冠狀動物或血管疾病的風險 糖尿病本身的病人 很多時候會對於很多的感覺 都會有一種模糊了的情況 所以很多時候 糖尿病的患者患上心狡痛 那種感覺未必那麼敏感 典型的心狡痛 我們會說的是 可能胸口會有一種偽滿的感覺 做運動的時候 偽滿這種感覺會提升 或者這種感覺會反射去到下巴 或者手臂 但是糖尿病患者 因為他的感覺 那種感覺是模糊了 所以這種感覺就會變得不清楚 有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 甚至乎患上觀心病都會知道 甚至乎沒有什麼感覺 所以很多時候 到發現的時候已經是很遲 有時發現的時候 已經是一些觀心病的併發症 才知道 包括就是體能下降 可能在運動的時候 覺得那種體能很差 不夠氣力 或者甚至乎出現心臟衰竭的情況 氣喘、腳腫 或者食慾不振 這些情況 才發現原來中間有觀心病 是啊 事實上也是 因為糖尿病的患者 那些血管的發炎程度 會比較厲害 通常動物觸氧眼化的過程 都會來得比較瀰漫 我們心臟裡有幾條 主要的冠狀動物血管 右邊一條 左邊有兩條 右邊這條就是右邊的冠狀動物 左邊這條分開兩條 這條叫左前降肢 紅色這條很重要 因為它供應著心臟大部分的肌肉 而另一條 繞圈這條叫左回旋肢 這條三條血管是很重要 而它裏面有很多分支出來 糖尿病患者 很多時候的病變都不是單獨的位置 很多時候幾條血管都會收窄 所以通波仔的情況會比較複雜 而且用的時間也比較多 要放的支架數量也會增加 由於血管有很多的發炎 所以它的蓋化情況都會很大 如果蓋化得很重要的話 那些血管我們放在支架 血管沒有辦法支架會擴張得很好 就會導致效果不理想 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們需要用一些輔助儀器 包括一些鑽石頭 要將那些血管打磨 或者有時我們要用一些衝擊波 將那些蓋化的血管 蓋化的斑化擊開 放回支架 那些支架才會放得好 同時間通完波仔之後 又不可以說是一路永逃的 因為它的風險管理 都要繼續好好地處理 否則那些血管 就算成功通到 將來也有機會翻炸 所以糖尿病患者 如果通完波仔之後 那個風險管理要更加緊張 我們的糖化血色素 即是說HbA1c的程度要嚴格 真的盡量也要低於6.5 我們的懷膽叫唇 要盡量低於1.8 甚至乎理想的是低於1.4 而我們的血壓控制 就希望可以低於130 透過適當運動均衡的飲食 各方面加加起來 就可以將風險減低 亦都可以令到手術的效果 可以更加保持得更加好 以及可以更加長 而患者也要留意一下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症狀 譬如一些心口不舒服 雖然不是一些很典型的心角痛 但如果出現了心口不舒服 這些情況都要盡量求醫 另外就要看看自己的體能 會否突然之間差很多 可能做運動的時候 發現這個運動量比以前差了 這些都可能是心臟衰竭的警號 我們很多時處方的藥物 可能要更加多元化 要更加多方面去考慮 剛才所說 我們的膽固醇控制 可以吃一些藥物 降低膽固醇的藥物 去控制我們的膽固醇 包括他丁類的藥物 有需要時 甚至乎可以用一些打針的藥物 去控制 糖尿方面的控制 我們亦都要更加進取 在近年有很多種 新的不同的糖尿藥物 都會幫助到我們的心臟更加健康 譬如SGLT2的抑制劑 這些都是一種醫學上的突破 因為亦都有研究顯示 他用了這些藥物 除了糖尿的控制 更加理想之外 對於我們的冠狀動物 我們的心臟的健康 都會有一個正面的效果 如果假設病人 有經常性出現一些尿道炎 或者他的腎臟功能很疲弱的話 在這些特殊的情況 我們要用這些藥物 就要更加小心 如果有任何疑問 記得要請教你的家庭醫生 或者心臟科的專科醫生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觀看 防胞